今年的主题是 经典运动场 打造运动场的颁奖舞台 主持群齐聚 为29日登场的传艺金曲奖彩排做准备 若藉由主持这样的颁奖典礼 能够让我们传统艺术的观众 也跟运动迷一样热血 传统戏剧界一个非常盛大的盛事 用布袋和红子拖起来的舞台 红子也是主持人 主持群集合了体育主播 木偶剧团团奖外 还有郭春美 孙凯玲母女党 去年上台领奖 今年变成主持人 以不同的角色站上舞台 心情却是无比雀跃 我这年比这年的情差 我越来越大胆 我要把自己搞得闪亮亮的 一样是戏班的或者不同剧种 可以在同一个时间见到面 这是非常可贵的时候 迈入第三十三届的传艺金曲奖 颁奖典礼一年比一年盛大 29日比照三金的星光红毯 集结台湾戏曲工作者 举办传统艺术的盛宴 记者周天翔和你你台北我道